手捂着额头 留着鲜血 国际巨星周润发 慢慢走到椅子上坐下 发现额头破了个洞 吓坏所有人 原来是拍一场被追在的戏 却不小心发生意外 等到喊咖这一刻才慢慢走出片场 神情还十分镇定 为了不让大家担忧 发哥受了伤反而安抚其他工作人员 听到受伤消息 发嫂则是吓出一身冷汗 当时他也在片场马上冲了出来 只能保持冷静就怕惊动剧组情绪 因为只要发哥拍片 发嫂就会严格盯场 连挑选电影剧本也不马虎 我一定要保护我老公 发哥工作发嫂爱相随 但没想到这回真的弄得头破血流 一开始却不想让工作人员担心 咬牙自己忍受亲民形象 从他上回来台就看得见 无论是跟粉丝还是媒体 只要想拍照 发哥都来者不拒 据了解这回发哥受了伤 当时人相当敬业 没有停下来 继续假戏争作完成这场戏 最后在导演力劝下 才去医院治疗缝了五针 却待了两个小时 又再度重返片场 持续开工拍摄 索性没有大碍 但天王的亲民形象 也再次被外界赞扬 记者陈嘉伦李玉涵他也报道